路透社4月17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說 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正在研究 令其創始人馬雲 剝尼慈虎及放棄控制權的各種選項 因中共監管局的約談中暗示 此舉可能有助於中共當局 結束對其業務的審查 路透社在其報道說 根據一名熟悉中共監管機構想法的消息人士 與一名螞蟻集團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的說法 中共央行和銀保監會官員 在1月3日期間分別約談馬雲和螞蟻集團 討論令馬雲退出螞蟻集團的可能性 另一名螞蟻集團的有關聯消息人士說 在與監管機構的約談中 馬雲被告知 他將不容許將所持股份 賣給任何與他有關係密切的實體與個人 而是必須完全退出 他還表示馬雲的另一個選項 是將他所有的股份 轉用給與政府有關聯的中國投資者 這兩名接近螞蟻集團的消息人士均表示 任何措施都須要得到北京方面的批准 他們還說 馬雲的退出可能有助於螞蟻集團重啟上市計劃 訴清道路 不過螞蟻集團4月18日 在他的推特上對路透社這篇文章的內容 寓意否認說事實是不准割的 並強調 摩尼馬雲在螞蟻集團的股份 從來都不是與任何人的討論的話題 螞蟻集團起步於阿里巴巴旗下購物網站 淘寶網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寶 2014年10月 阿里巴巴集團分拆旗下金融業務 成立折鉤螞蟻小微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簡稱螞蟻金服 2020年7月 更改名為螞蟻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0日 馬雲正式卸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一職 雖然如此 它依然保持著對螞蟻有效控制和阿里巴巴的重大影響力 公開信息顯示 馬雲並不是直接持有螞蟻集團的股份 而是以複雜的投資結構 通過其它公司及平台 間接持有螞蟻的股份 實際上仍然是螞蟻集團的實際控制人 螞蟻集團原本計劃 於2020年11月5日 在上交所與香港同時上市 11月2日 馬雲被中共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 國家外匯管理局四部門聯合約談 第一 螞蟻上市被突然叫停 之後 螞蟻集團於2020年10月26日 和2021年4月12日 再度被兩次約談 叫停螞蟻集團首次公開無股的人 據信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有知情人士曾向《華爾街日報》透露 隨著深入研究螞蟻招股書中的細節 螞蟻的一些投資者和持股安排 引發了中共監管機構的警覺 多名與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有密切關係的人 涉入了對螞蟻的間接投資 其中包括 中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公司博裕資本 他的聯合創指人之一 是江澤民的孫江志成 螞蟻集團的另一個秘密投資者 是北京超德投資有限公司 這個集團由賈慶林的女婿李柏談控股 賈慶林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與江澤民關係密切 而習近平自上台以來 一直與江澤民派系進行著權鬥國族 2020年10月24日 馬雲在上海外灘金融高峰會上 批評北京當局的金融監管制度 稱中國不是金融系統性風險 是缺乏系統的風險 此後馬雲更消失在公眾視野中 外界普遍認為馬雲是因為 在這次會上批評中共體制 而令習近平震怒 而有觀點認為 中共高層對馬雲的不滿已由來已久 馬雲在國際項目上的一名合作者也表示 中共領導人不喜歡馬雲 在世界舞台上代表中國